大家好 欢迎回到送说新语 看到我背后的这个图像啊 可能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了 对 Mid Journey 那么这家公司啊 是领先的这种开发AI驱动的这种艺术工具的公司 简单说就是用命令行生成图像 那使用过的朋友啊 都非常熟悉了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官网啊 这是它的官网啊 很有特色 很有这个 那么这下边是它的介绍 看到了吧 你看到About里边写的特别有意思 他说 We are a small self-funded team focus on design human experience 他说我们的团队啊 have 11 full-time staff 他们只有11个人 这么大的一个公司啊 我觉得是很大的 这么伟大的作品的公司 他只有11个员工 老板叫David Holtz David Holtz 下面呢有四位 就是顾问 在下面呢 关键的开发人员 八个看了吗 Daniel Max Jack 八个开发人员 research engineering 下面呢是法务一个 财务一个 再往下呢是社区管理有两个 你看看了 这是八个啊 这是四个 12个人啊 是吧 是12个人吧 12个人 差不多就是12个人 加上老板13个人啊 之前的是11个人 现在刚刚增加到13个人 所以这个公司啊 真的是不得了啊 能创作这么的伟大的作品的 这么一个工具来 他只有十几个员工 更 更让你这个 不可思议的是什么呢 他没有产品经理 没有市场销售 你看这后边这几个 Red Sam 这几个 这四位啊 他们都是本科再读的学生啊 我特意在LinkedIn上翻出来了 你看一下他们的介绍 那这个呢 是在荷兰异地工作的 这个Red 这个人 他 你看他的经历里边 他是2021年教育经历啊 到2024年6月 是本科再读的 他是这个软件的核心开发人员啊 本科再读 还是荷兰的异地办公 那这个Sam呢 也是 这个Sam的教育经历 我们看一下 当然他经历是比较复杂了 他工作很多地方 但他的教育经历呢 依然是2019年9月 到2023年6月 在加州大学圣迭克分校 也是在读 这位也是 你看这位呢 是在英国在读的 你看他的 教育经历呢 是2021年9月 到2023年6月 本科再读 那也是一个重要的软件 开发工程师 这个是个华人小伙的 有点像 Sabestian Long 你看他也是 他是什么呢 他先上高中毕业之后 21年高中毕业 Miles High School 然后呢 上了一个College 上了一个College 2021年6月 到2023年5月 圣迭克College 也是本科再读 看到了吗 这么大的一个 这么伟大的一个软件 他的核心开发人员 目前其中有四位 是本科再读 那前面四位呢 是比较资深的 开人员了 当然下边还有很多的 社区贡献者 就这家公司啊 是真的了不得 你想想 12个人 12个人 加上老板啊 这个13个人 算是 然后呢 就开发出这么一个 可以说划时代的 这么一个工具来 Mid Journey呢 他现在啊 就是凭借着 他的这个收费模式的成功啊 目前来说呢 在行业啊 居领先地位 他没有融资 每年呢 就现在啊 每年有一亿美元的营收 并且在Discord上 也积累了1000多万用户 哎 我们看一下我们Discord群里边啊 老范可能正在画图 哎 老范画了个图 我们看一下老范画的什么图啊 嗯 我把这个图放到我后边啊 哎 呃 OK 好 这是我们Discord群里边 老范是经常画 我有时候也画一下 这是他刚画的 前一天画的一幅图 对 他做了一期呢 就关于 怎么批评 考了倒数第一儿子的 那么一个视频 我是看过 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 他讲的就是说 孩子考的倒数第一了 让ChatGPT 让NewBeam 让其他的软件来回答 让Cloud来回答 看谁回答的好 那他做了一个封面图 他说呢 Pair of Chinese Father and Son 这是就是绘图的脚本 用一串命令行语言 给出这个 绘图软件 然后给出来以后呢 这个软件就照这 这一行文字 来绘出这个图像来 你看他说 一对中国父子 with clear facial features 面不清晰 this thin father wearing glasses 这个严肃的 这个老爸戴着眼镜 is criticizing the 10 years old son with the last one exam 在批评他十岁的 考了倒数第一的儿子 要求是什么呢 超级细节 super detailed mass bit精致的 后边这些呢 都是绘画猜数 就这么一行文字 完了以后 就生成下边这个图片 就是mid germe软件 在discord的这个 讨论群里边 通过云计算的渲染 让一个不会画图的 做视频频道的 一位老同志 就画出了这么一个 精致的3D的父子图像 你看这儿子瞪着眼 这老爸绷着嘴是吧 我觉得画的 你说这 这只要专门找我 插同师给画出来 得套多少钱 那当然老范子画的是 可能十几到二十几到的包月 他一个月能画好几十张 上百张 所以他这一张的成本呢 可能就是几块钱不到 哎 你看 这就是 简简单单的 你画出这个脚本 用命令行 用这个mid germe软件 就能做出这么一个精品的 我觉得 是一个比较高级插画师 才能画出这么一个图片来 这是一个3D的 你看下边 他还有很多作品 这水彩画 这是划船的水彩画 你看 这个也画得挺好 是不是水彩的效果 还是挺明显的 这东西你说 我们小时候是学过水彩 上台让你拿起来 你能画出这个效果吗 这是画什么的 航空母舰 轰炸机的 这是轰炸机的 我看这是画的什么 During World War II A whole row of B-27 Sky Fortress Bomber were being assembled on the business 就是在二战期间 一整排的B-27的天空堡垒 轰炸机正在装备线上装备 你看就这个图 就靠这一串语言 这一串文字 就把这个图片 这么一个图片 就给画出来了 3D的建模 你看这个光线 细节 高清 这是8K这个图片 这就是我给大家介绍的 Mid Journey这个软件 它能做到的 画过的朋友 可能都一瞥嘴 这有什么吗 很简单 实际上很多不了解的朋友 可能会大吃一惊 不光这个 它能画出很多的 二次元的图片来 像这个 这就是一个二次元图片 这是Mid Journey刚开发的一个 画二次元软件的 这么一个工具的画的 那么从ChatGBT 加上AIGC里边 这个Mid Journey 或者Stability AI 他们都开发出了 非常好的AI绘图工具 今天我们刚才聊了半天 这个Mid Journey 它的这个情况 实际上它有一个竞品 就是叫Stability 那么刚才我们说的 这个Mid Journey 它的创始人 实际上对IT 比较感兴趣的朋友 可能都应该听说过 是谁呢 就是著名的 那个Limotion的开发者 就是它的老板 实际上是 就是开发 就是那个VR的 应该说AR吧 应用场景 比较好的 最先进工具的 那个Limotion 就这哥们 就这哥们 他就是开发Limotion 那个人 他叫David Holtz 这个人 他创立了Mid Journey 一共有十二三个人 其中开发人员 四个还是本科赛读 你说这多牛逼 那个公司 那这哥们 他实际上是学数学的 我认识朋友里边 搞计算机的 还真不少 都是学数学的 有的数学 读到硕士博士 他也是数学专业的博士生 那么他在大学期间 他研究的是极光雷达 还有大气科学 以及火星任务 都是比较神的专业 那么兴趣广 兴趣就是比较广泛 涉的比较广 充满了好奇心 这么一个怪材 他当时呢 他在2010年 就创不来 那个手部跟踪技术 为主的公司 就是我们说的Leam Motion 就一个小盒子 放在前面 你手怎么动 他那个类似于激光一样 他检测你手的位置 根据手势来操控电脑 我有朋友 买这个玩 当时有这个试用的 不叫试用的吗 那叫早期的 有这个产品的 那么他后来呢 他怕这公司卖了 2019年 这个David呢 他把Leam Motion 卖给了竞争对手 叫Virtual Haptics 随后呢 他成立了个工作室呢 探索新的这个工作机会 恰巧在这个时候呢 AI啊 在这个生成艺术方面 取得了突破 这个Transformer的架构的出现 是吧 彻底改写了呢 图像合成的这个历史 从此啊 这个多模态的深度学习 整合了这个神经网络和 计算机视觉的这么个技术 成为图像合成的这种特别有效的艺术方法 所以呢 他就借着这股东风 他就创建了Mint Journey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Mint Journey 这个他的介绍 那么作为 另外一家更强的公司 叫Stability AI相比啊 Mint Journey和Stability AI 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前面我们讲了不少啊 我们使用Mint Journey画图啊 这些效果 实际上Stability AI呢 技术呢也非常先进啊 那么他们呢 都能生成特别逼真的详细的图像 就刚才我们看到的 就像这个图片 二次元图片 这是Mint Journey的一个 新的一个 二次元的一个生成的方式 来生成这种8K的精细的 逼真的这个图像 那么Mint Journey 关键是他有一个社区 就像我们在这个Discord群里边 这个用户社区啊 会有很多人在向他们反馈 如何修改 在这个情况下 他们不停的迭代 每天都在迭代 所以啊 虽然这个公司小 前面我们看过 但是他的团队的更稳定 公司小了 其实更稳定 他在艺术和创意方面啊 他是比较有特色的 那Stability AI呢 他的团队要规模大很多 当然也更多样化 但是他专注于研究和开发 那在人员构成方面啊 Mint Journey和Stability AI呢 区别在哪呢 就是Mint Journey 他是倾向于这个 就是他的这个团队啊 倾向于这个艺术和程序的 这些这个创业人员在做 而Stability AI呢 他更多的是这种计算机专家 和工程师组成的 在规模上 Mint Journey和Stability AI相比啊 也是差很多 那当然了 现在呢 就是Mint Journey呢 更强调在云端来宣软 它是一个收费的 那Stability AI呢 就是Stability Diffusion那个软件啊 Stability Diffusion呢 它是免费的 不受限制的 这是这两家公司的一个简单的 比较啊 那么成立方面呢 是Mint Journey是2021年成立的 Stability AI呢 是2019年成立的 所以呢 各方面啊 Stability AI 就是Stable Diffusion呢 都比Mint Journey 要大 要成立的时间长 这个团队 这个技术看起来更深厚 但是呢 偏偏是Mint Journey 没有融资 还盈利 收入不叫是盈利 它一年收入到1亿美元 十二三个人的公司啊 朋友们 不可想象 所以那个这个图 就这个图 我特别喜欢这个图 就是Mint Journey呢 它推出了一个 针对二次元动漫风格的 这个绘画 叫Niji Journey 它这个 这是V5的版本 那这个模型啊 和过去最大的不同呢 就是它已经能取代 这个高级原画师了 可以看到 这是它画的这个 边线金刚的这个画面 它这个造型能力 这个张力 特别夸张 你看这个 这个多么复杂的图片 是吧 而且呢 风格画能力也特别强啊 它可以让你 根据不同的 这个比较详细的 生成不同风格的艺术 就是你可以给它 非常细的分层 让它一层一层给你画 可以说 让业内的插画师 都感到惊艳 那么除了这个 二次元风格的 这个V5版本之后啊 可以说 Mid Journey 把它的竞争对手啊 已经甩在后边了 也就是说 这个风格画 更细致的 这个个性化特点呢 是真正成了 这个专业艺术家的工具了 就是说 之前呢 看起来像个玩具 像我们这些 业余爱好者 不懂插画的人 没有一点绘画技术的人 来用 那现在到这个技术水平的时候啊 就是这些画师们 已经可以作为一个 能用的工具来用了 这是Mid Journey的一个 二次元版本 它的一个情况 所以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啊 Mid Journey 它的盈利模式 看起来是非常简单 通过付费订阅 这种每个月呢 就十刀 三十刀 六十刀 这种标准套餐来弄 那说起来简单 你怎么让用户付费呢 是吧 我凭什么套钱买你这个东西呢 那第二点呢 就是 还有海量的大模型要训练 那你训练这个模型的时候 成本有多高呢 实际上啊 在开始的时候啊 大家都觉得 包括我也觉得 这个东西怎么还要输钱啊 我应该是免费吧 是吧 都觉得 因为Stable Diffusion 它这个行业领导者 人家是开源的 是免费的 那你Mid Journey凭啥 要收款呢 是吧 但是呢 Mid Journey好处是什么呢 他这个 虽然不太开放啊 针对性强 就是Mid Journey呢 是必源的 但是他通过在Discord群里面 大量的用户积累了 他形成了独特的这个数据集 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呢 不断训练模型 从长远来看呢 把这个门口提的越来越高了 而Stable Diffusion呢 看起来呢 就更散一些 所以在这个 用户啊 这个 这个使用数据挖起方面 这个CEO David的呀 他在这个产品上线的时候呢 他还是比较独到的 他采取了这种测试和改进的方法 吸引用户进来 然后推出收费的 到目前为止 看起来是非常成功的 就我知道的 像老范讲故事 这个我们这个Discord群里边 有不少朋友在买的 我呢 也在犹豫 我是不是使用付费的 因为免费的呢 每次用完了你就得等着 我想呢 找一个合适的时间 我把我所有的封面 用这个Mid Journey全更新一遍 看看他对流量有没有帮助 这是我准备做的一个事 当然最早的时候啊 这个Mid Journey 他的模型啊 开始的时候是还是比较慢的 起初还比较慢的 他需要几二十三十分钟啊 才能生成一个高质量的图像 后来呢 团队呢 就推出了一个新的版本 后来呢 就几十秒就能生成个图片 但是质量不太高 慢慢的经过这个测试啊 选择呀 Mid Journey团队就了解到啊 质量和速度呢 其实只是表象 因为不同用户这个选择的这个 这个要求不一样 所以针对用户的要求进行调整 无论你是创业行业的这个插画师 还是普通爱好者呢 都能够通过Mid Journey 会就是画自己满足的这种图像 像我们这个群里边很多朋友呢 其实都是画封面啊 画插图 比如你视频里边需要个东西 我再打开这个这个群里边 他画的这个图像 可以看一下啊 这是这是比较新的啊 他们在画 这是老范画的吧啊 还有别人画的 你看 这是画一个城堡的 看 是吧 画的各种各样的城堡的图像 老范作品最多了 因为老范是付费的 看有没有别人画的啊 这是别人画的 你看这是别人画的 是画的一个猴子 猴子打照相机 所以啊 Mid Journey呢 他就是在Discount群里边 在庞大的用户群里边 哎 获得了大量用户的 这青睐 并养成了这个使用习惯 所以呢 退出复位订阅 又强化了这个习惯 就形成了现在 Mid Journey 一分钱 没有融资的情况下 每年有一亿的收入 我看到他没有融资 有一亿的收入的时候 我是惊呆了 那他这个训练的成本 是怎么解决的呢 就是你没有融资 你海量的这个显卡 或者海量的服务器 从哪来呢 所以Mid Journey是这样的啊 他开始的时候啊 呃 就是我们现在用Mid Journey呢 实际上都是在云端渲染啊 就和我们使用谷歌的一些 呃 软件一样 那么这么高昂的成本 谁来解决呢 在没有融资的情况下 是吧 那这个David啊 就是Mid Journey的CEO呢 他采取的方式很简单 哎 他是当时呢 他找到一个云服供用商 呃 希望用一万个GPU啊 他直接给这个云 就是云服的供用商 发来封邮件 结果对方呢 就直接给了他的这个职业资源 完全不需要风险投资 啥意思啊 免费用的意思呗 就这个意思 所以你看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人品 你很多人可能听到这 哇塞 一万个GPU 不然你白用 就是下巴都得惊掉了 这种情况下 可能吗 哎 供用商啊 也不是抽风了 是看出了这个David 当时他做这个Leap Motion的时候 他创造了这个信誉 他当时做Leap Motion的时候 这剩下也是很大的 也是技术最领先的这么一个 也在这个行业里边 所以呢 当时他就获得了 人气流量和声誉 那么就有人把闲置的资源给他用 他也就成功了 这个事就这么巧 所以啊 我觉得这个你看 这个从Leap Motion开始的时候呢 他的起点就很有意思 他其实就是他和人打交道这方面的 看起来呢 他就挺强的 是吧 但是也是他过去积累的好的这个人品 是吧 别人能跟他互动 所以呢 这个你人品好 有吸引力 自然就得到了云服务商的支持 那在获得了这个云服务商的这个顶力支持后啊 其实随着当时他做初期的时候 没有更多用户的时候 那个免费提供的云服务是可以的 但是一旦现在他有了收入 有了这个几千万用户上亿收入之后啊 那你不行了 你还是要需要这个更多的云服务 他的算力呢 也是做新建筑 怎么办呢 从成本上说呢 哎 他大概是10%的云成本的 是用来训练 90%的呢 是用户制作的图像的这个推理啊 所以呢 几乎所有的成本呢 都是在制作图像上 所以为了解决这个地方呢 Midjourney啊 在全世界八个不同的地区啊 建立了自己的服务器 像什么韩国日本荷兰 在每个时区的这个夜间啊 哎 当地人们睡觉的时候 电费便宜 这个计算的这个算力也便宜的时候 没有人使用GPU的时候 Midjourney呢 充分利用这个夜间算力 实现GPU的负载平衡 哈哈 有点咱们晚上 是吧 使劲开空调的意思啊 呃 所以呢 从Midjourney看起来啊 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创业历程啊 我们会 呃 可以感觉到啊 这个Midjourney呢 是 确实做到了风口上的那头猪 他能够脱颖而出啊 啊 无论是他的团队 他的CEO 各方面都没有短板啊 这个还真不是说财大气粗啊 就就就解决的是吧 呃 因为在这个AIGC啊 云技术这块呢 其实大企业和小企业的之间的这个差距啊 是越来越小了啊 你像 包括OpenAI在内 是吧 我们说OpenAI 这个其实早期的时候的功率也不大啊 那么这是 呃 Discord的画的这些图像啊 就是这个OpenAI画的这些图像啊 可以看到了 都是非常精致的 呃 其实就是一个技术啊 就是你独特的技术 像这十几个人的团队脱颖而出 他的原因呢 就是少数的顶尖人才 就这个老板 特别牛 有大企业所没有的那种灵活性 创建型和魄力 而这种小团队啊 他的创意灵感 哎 一旦抓住机会在市场扎下根 哎 又有这么合适的 像Discord的这么一个比较粘的这么一个用户群 哎 加上AIGC这个风口 他就成功了啊 所以在这样多案化的这个需求中啊 能够满足不同用户的 像专业插画师也好 像我们这些不懂画画的白板也好 能满足你的特定需求 所以这块产品 他就有了长远的生命 哎 所以呢 呃 我觉得啊 反正是Meet Journey呢 目前来说了 呃 和 Chad GPT比起来啊 像这十二三个人的队伍 已经没有大的融资情况下 已经有一亿美元收入 他将来的路会走到什么程度呢 我觉得不可限量 他会不会卖给别人呢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会被更大的企业兼并 那么他会不会会继续推出新的别的产品 有可能啊 我们会对Meet Journey的情况啊 继续观察 我也会继续用它 像自己成为一个业余的插画师 那好的 关于Meet Journey啊 这个软件的情况 给大家介绍到这儿 谢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